波音又是波音 空中掉门 全球禁飞 来抢答 谁家的飞机最不安全 我想都不需要三秒 你就可以脱口而出 波音肯定是波音 安全事故不断 一直被各国禁飞 如果非要找比波音飞机 还不安全的飞机 那只能是印度人修过的波音飞机了 据说事故率达到了90% 好了不聊三哥的神迹了 就前天波音又出事了 他们的飞机飞一半 安全门掉了 就这样子的 你看看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要当时坐在飞机上 会不会被吓妞了 这也腿下了 对吧 我去 不过万幸 飞机当时只有5000米左右 真的是只有 这但凡要到了一万米 那基本上就废了 基本全舱的人就废了 万幸 最后安全落地了 只是有人受了轻伤 现在所有这个机型都已经停飞了 又是波音 为啥又是波音呢 前几年他们家的飞机 从天上掉下来两架 很多国家就不浪费了 现在刚解封又出这个事了 有人说是因为员工工作舒服 有人甩锅说中国的工产 因为有些零配件是中国生产的 那简直就是扯 你只需要知道 波音在这些年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 你就知道真正作恶的是谁 来今天咱换个角度去看看这件事情背后的逻辑 波音全世界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没毛病吧 同样也是全球顶尖的科技企业没毛病吧 更重要的是它的产品和使用者的生命息息相关 对不对 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的是 这么一家公司这些年拿自己的钱去干嘛去了 照理说应该去做研发呀 特别是前几年出了那么多安全事故 它应该升级自己的技术呀 结果呢 他们将赚到的钱大部分拿去分红了 别的公司分红分的多吧 一年也就两次了不得了 他们前几年一年四次甚至五次 18年分了39亿 19年分了46亿 那为什么这几年没分 别闹了啊 这几年他们亏损的 亏损是不可以分钱的 当然还有更骚的操作 就是他们拿钱去回购股票之后销毁 这样子呢 手上的股票的权益呢 就会增加 说白了就是股价会上涨 当然我知道你们会说 这样好啊 对投资人负责呀 是 你们眼里全都是钱 资本和你们一样 对吧 那谁是投资人呢 基本上都是大机构 占比多少呢 达到了64% 换句话说 这个公司现在的主要股东 或者说董事会 就是由这些华尔街的大资本控制的 先锋啊 道富啊 贝莱德啊 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资本集团啊 资本在乎的是什么 赚钱 怎么赚钱 一个是我手上的股份 每年都有很多的分红 二个呢 是我手上的股票价格变高 当然他们是希望啊 那谁来帮他们操作呢 就是他们聘请的高管 高管不对乘客负责 只对股价和分红负责 而且往往这样的聘论 董事会都有这么一个条款 就是你在某段时间内 把股价做到什么地步 你就可以拿到多少多少的收益 那你要是高管你会怎么做呢 这也就是为啥波音这么多年的股价花花展的原因 飞机研发少投入一点嘛 对吧 成本零件少一点嘛 自然利润就高了 然后再配合分红和回购 股价必然散展 你看看这个公司这些年的研发费用占比 每年的研发费用占比才4%左右 甚至低的时候都不到3.5% 更有意思的是 他们的管理费用占比比研发还要高 管理费用说白了就是给那些高管的工资 而对比下他的对手空客 也是日本主义 但是呢稍微良心了一点 研发费用基本上都能五个多点 至少管理费呀 不会给那么高 顺便多说一个信息 波音它还是全球第二大的军工企业 它那个研发费用 其实很多都是军工产品的 研发费用 这一块很多是美国国防部的补贴 而不是用在民用飞机上的 但是作战的时候 做在一起 可能实际上用在民用飞机上的研发费用 可能还不到3% 发现了没有 没错 曾经波音是一家很牛的高科技公司 但是现在它就是资本的赚钱工具 至于什么安全啊 什么技术研发啊 什么成格生命啊 在它眼里啥都不是 说句恶心的话 当年的波音是有创始人的 出了事你还知道找谁 现在呢 资本隐藏在背后 所谓的CEO都是打工的 他们改天换个公司 又是老总了 这就是很多美国制造业的现状 不信你们去看 有一家叫做通用电器的公司 当初呢 有个叫做维尔奇的人 被神化到什么 哎呦 金银之神 你看看 现在还有很多人用它在割韭菜呢 最后 这就是你们眼里吹捧的美国高科技企业 美国制造业吗 嗯 大家都知道 我问的是谁 你们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